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现在开手。 王一博出道6周年,庆祝却意外给陈情令粉丝撒糖,滑板图案透露玄机,要是说起2019年最火的电视剧就是陈情令了,两位主演王一博和肖战也一跃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,资源一直都没有断过,代言产品也有将近30个,今年23岁的王一博14年就开始出道,在Unique的组合里面是舞蹈担当,并为多部电影演唱主题曲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长相清秀的大男孩,今年是王一博出道的第6年了,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也发布, 博文庆祝了出道6周年,9月15号晚,王一博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博文666,庆祝出道6周年,6个6真的是非常吉利了,下面还有一张配图,王一博并没有发自己的自拍照,而是用自己喜欢的滑板拼出了数字6来代替,6个彩色酷炫的滑板组成了数字6,看上去创意十足,从中可以看出王一博对滑板也是真的爱,粉丝纷纷在评论区为爱豆送上祝福,期待下一个更加精彩的6年,本来是一个很简单又很有特点的庆祝方式,但是却在显微镜女孩的眼中看到了 其他的玄机,还意外的给陈秦玲的CP粉发了汤,这真的是一个巧合吗?我们能看到最上面的一个滑板图案是两个人拿着香槟碰杯,这是Cineau Nail的一块板,图案上面的两个人呢还是有一段故事的,本来两个人是竞争对手,后来呢两个人是因为心心相惜关系变好,成为了好兄弟,并且一起玩滑板,而更加的让人意外的是Cine,Shani,Shani是爱尔兰名字C的英文化形式的,而肖战的英文化形式的, 英文名字呢也叫做Cine,是不是也在暗中的向肖战表达自己的心意呢?你觉得两个人在私下的关系怎么样呢?今年夏天他成为街舞3的导师,在节目中更是展现了他身后的舞蹈功底,先剧《冰与火》也即将上演,让观众期待不已。除了工作,王一博也有自己的爱好,比如说滑滑板,还是一位职业的赛车手。看来啊,王一博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活动,未来的路还很长,希望他能够不忘初心,越走越远。 你给出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